喂喂豆娘 這個娘怎麼回事 怎麼拉我剛炒出來的 剛炒出來 嘿媽媽的 怎麼吃啊 炒成這個樣子 我做了八年廚師獎了 我接過那麼多獎獎 哪個師傅炒到不棄啊 還八年廚師獎 炒菜講技巧的嗎 你沒技術就沒技術了 不懂小小扮隊表啊 大哥啊 幫助你這麼厲害啊 你來啊 唉 下來了下來了 我再教你咩 我們先準備一塊大大的土豆 把皮削掉 然後移開二 然後我們斜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完之後我們馬到一個 有水的盆子裡面 把它先黏液洗掉 蓮藕切好之後 我們再準備一點蘿蔔花 百合 馬蹄 還有木耳 白果 在北方叫蓮子 再準備一點荷蘭豆 家裡有老婆的 一定要學會這道菜啊 這道菜叫核糖月色 炒製之前呢 我們先碼個胃 先碼入鹽半勺 味精一丟丟 雞粉就不用放了 炒蔬菜就不要放雞粉了 白糖稍微一點點 再來碼個芡 水稍微多一點點 等一下掛在上面會比較好看 再來點西生粉 攪拌均勻備用 來 我們先燒一勾開水 為什麼很多人炒蓮藕都發黑呢 重點來了 我們先下糖千萬不要下鹽 再下入一點點白醋也不要太多 再來點明油 燙這個菜的順序呢也非常的重要 先燙蓮藕 三秒之後下入白果 再下木耳 再下紅蘿蔔 馬皮 荷蘭豆 最後再下用百合 好 這個時候就要倒出來了 然後我們再次起鍋 下用花生油 把我們燙好的菜倒下去 翻炒兩下 然後再把我們碼好的芡味 慢慢的邊開火邊倒下去 最後再來點尾油 把它翻炒均勻 拆開 好 起鍋 不要炒一個月都不發 核糖月色 你學廢了嗎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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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